打擊衛生黑點 即是你們說的垃圾屋 或者清理衛生的情況 我見到你們是很努力的 但有些問題真的不可以單是你們一個政客局去處理的 有一個問題我想我在這個議會都說了很多次 就是我們美夫新村 橋底下面有一位垃圾的一位婆婆 她專門執子牌自己建了一間屋 那可能這個你就當作是一個 露宿者的問題去處理 又或者她本身也都需要社工的 例如會不會有精神健康的問題去處理 但的確她在那個紙皮 拌洗紙皮裏面 在裏面可能大小異面 有老鼠、蟑螂 你們洗街的時候就很好的 有個黃色的網擋住 平時你洗街都怕胖到其他人 你們都繼續保護著 一直擋住 那大家就說明明就是一個黑點來的 黑點不動 但因為可能你們就要涉及 可能是不是有露宿者 或者其他社工的問題 譬如這些真的要聯局、跨局的處理問題 其實都會不會可能你們做一個帶動 你們食環處同事在洗街看到有這樣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帶回來呢 局長你剛才所說的那個 我關注的那個 是真的在地區那裡 已經不是垃圾屋 已經不是家裡 是霸佔街道上 形成我剛才說美夫的問題 那位婆婆已經是超過一年以上在那裡 那你會看到畫面食環處的同事在前面洗街 她就繼續在那裡 有些紙皮 繼續老鼠、蟑螂也在那裡 對於我們市民來說 看到政府是不停在說打擊垃圾黑點 但正正那個畫面其實都是挺諷刺的 所以其實真的要有人戴頭 可能處方的同事看到之後 整年多都是這樣 問題還要越來越大 擴闊那個範圍 就是佔用的地方 那就是一個垃圾的黑點 所以我就說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其實是否可以帶回來 已經可以跨局一起去處理呢 因為我覺得 它其實不是根本經常在那個紙皮裏面 就是說它老鼠者經常坐在那裡 它根本就不是這個問題 所以因為現在社會上 都有這些複雜的問題 衛生的問題 所以希望局長可以處理 關於你提到那些 即是露宿者那些問題的話 它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 那麼垃圾屋那些 也都在我們那個 即是卓副司長 他會主持一個我們一個 跨部門的一個工作組 在那裡其實很多的問題 我們都會在那裡去商討 來討論 但是因為這個露宿者 它牽涉到其實都不是純粹是露宿 或者衛生的問題 牽涉到一些處理的人的問題 它是比較複雜的 我想可能我們都需要多一點的時間 即是看看如何要處理人本身 但只要你提到那些垃圾屋 其他那些 我們會真的跨部門協助 來加強處理 我們甚至打算 我們去改我們的法例 讓我們可以在那方面出發更加的容易 其實這些情況 都不只是一個地方出現的 過往其實都有出現過 例如在深水埗區 都很多人認識的 以前叫做蛇行的地方 大家都會記得 曾經是因為有人在那裡擺放 長期擺放了很多雜物 令到不能夠通過 結果在政務司副司長的帶領下 地區打擊衛生黑點行動中 直環處聯同其他相關部門 在聯合行動 一起處理這個黑點 都有這個成功的經驗 至於其他地點 如果都有相類似的情況 我們也可以透過 與其他部門的聯合行動 一起合力處理好 我會回去跟進 剛才主席提到的衛生黑點問題 可以